歡迎來到 AMBODCAST 又回到這裏和 Boost 討論最後一部份 上一集有講過技巧和作曲 你好像自己也有作曲 你也拿到其他地方表演 可否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作曲之路 作曲之路 因為我身邊的朋友都知道我玩音樂 玩音樂一定會問你 喂 這是一首歌 有時會這樣問 那我就想作曲 剛巧那時在巴黎讀書 有個畫家朋友叫洪惠小姐 她是畫國畫的 畫一些水墨畫的 她在巴黎的地方 那裏搞畫展 那我就看那些畫 不如Cossofa 我去喝咖啡 我說OK 給我看看 那些畫有些抽象水墨畫 我也不太明白 她就給了一些名字 我先坐了一幅 那就是 Une Fleur Plasac 即是一個機遇的花朵 這個名字已經很久了 很久了 很久了 我對中學 有些研究 中國哲學 有些研究 有些研究 看老子 剛巧了 那些畫很棒 即是時間探明 即是那些畫方面的藝術 才第一次激發到你想作這些東西 是 因為我讀西樂 又讀古典結他 都不會想中樂 但她的畫 有些水墨畫 她的畫就是一些 Fusion Fusion菜 有些中式的水墨 但又畫一些不是中式的東西 我想一下 你音樂也可以 就激發到我作的結他組曲 秘虎結他組曲 裡面我其實只是落了一個中樂的靈魂 因為很多人 以前我讀音樂時 有些人說 中樂就是Dore Mi Sola 即是五星音階 公室各自 那一定是中樂 但其實只有那些人挖回曾月侯編鐘 即是那些春秋戰國的古武 曾月侯編鐘 融合到那麼久 之前那些 對 他又挖回編鐘 發覺有化和事 不只是Dore Mi Sola 即是中樂是Balham Dore Mi Sola 甚麼音都有 配合考古的資訊 其實那就是用甚麼音 那我之後就想想想 將一些中國的靈魂 放在那些歌上 但用回西樂 因為我學開古典結他 所以我把一些 即是我的想法 放在古典結他那裡 但用中國的靈魂作 我也不知道怎樣表達 其實你都花了時間做功課 我早知道這首集 又看了很多春秋戰國的東西 因為他有一首共著武靈園 之前在那裡彈過的 The Source The Wuling 那首東西 武靈之前有戰役那些 那一首歌 用了很多Flaminco的Rusquette 那一首歌 就做了類似那些 戰鼓的聲音 原來那些是這樣做出來的 但其實都是E-Miner 即是西樂的東西 但我又用那些 有Flaminco的招 但就是中國的 你聽起來就是 聽起來就是 就是中樂的感覺 你不說我是完全 原來真的有西樂的東西 我這樣聽那首歌的時候 是中樂的東西 就是那個精神 譬如我們聽歌 你什麼歌都有一個墻 但你聽到Metal的墻 Classic的墻 Bossanova的墻 即是全部的墻都不同 有時候可以在那裡 剪一個墻出來 聽聽聽 每個音色都不同 其實就是講 彈演奏者那個精神 那個心情 只要你入了那個心情 就算彈五星音階 都不是中樂 例如Bruce就是 Bruce就是 藍調就是有五星音階 即刻有別的東西 所以這其實是講演奏者裡面的東西 所以我那套組曲就是 盡量是用心理狀態的改變 多於幾 即是用什麼音 已經不在乎什麼音 其實已經沒有理過什麼音 純粹是心理狀態的改變 產生歌 這個就是其中一首 我知道你還有其他一些 即是用了其他技巧 為何跟觀眾介紹 你還有什麼歌 用了這些技巧的東西 技巧的東西 我有一首歌叫《神遊》 《God愛》 那首我其實在2006年拍攝 第一次在Hashman 2006年第一次 剛巧我在巴黎讀書 我在旁比道中心 外面聽到有一個蒙古人 彈碼頭琴 即是正方形的一支 我拉的時候 他加上自己的聲音 再加上碼頭琴 聲音大到方圓幾里聽到 我就是被那個聲音吸引了 立即走過去看 然後就想到 不如嘗試玩人聲共鳴 那樣東西 那《神遊》就是這樣 就是類似的感覺 因為我發覺共鳴 如果你長時間發同一個聲音 你會整個人清空整個意識 之後你可能會感受不同的體驗 不過要自己嘗試 長時間發同一個音 你會令我安定 但是聽這首歌 好像也有少許不是太好的評價 你當時經常聽到什麼 我當時有人說 類似宗教活動 宗教儀式 即是他們不太明白我 對你的首歌是想表達 其實我只是想表達一個清淨的境界 但他們又覺得是什麼宗教 可能走得比較前 但現在人們玩《縱撥》 那些音叉 已經在玩類似這些人聲共鳴 其實之前已經有很久 你想想蒙古的歷史 是的 很久之前已經在玩這個 我們今天很多謝阿Bruce 想來和我們分享這麼多 還有前面的兩集 大家記得看 也有很多東西可以學到 我們想多謝阿Bruce 謝謝阿Bruce 謝謝阿Bruce 謝謝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 一些音樂人的想法 或者一些知識上面 記得繼續看我們的AM Broadcast 我們下次見 拜拜